能用后腿站立的长颈领 站起来足有两米 却用原地卧岛来保命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用八头身或者九头身 来形容人的身材比例好 如果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判定的话 那生活在非洲东北部地区的长颈领 各个都是身材顶尖的超模 而且他们不光身材好 颜值也是万里挑衣的存在 巴掌大的脑袋 细长的脖子 修长的眉腿 这让很多人都对他一见倾心 但他最令人称奇地方还不是这 那他最值得称奇点是什么呢 点赞加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 如果说 颜值是长颈领俘获人心的第一步 那他们直立吃树叶的样子 才是吸引人的第二步 长颈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他们有着和长颈鹿一般的长颈和大长腿 而之所以这样 和他们的进食取食的方式 有着很多的关系 长颈领生活在东非的干燥地区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寻找食物是非常困难的 而长颈领和其他羚羊又不一样 他们不喜欢以地面上的植物为食 却对树上的嫩叶青睐有加 但他们的体长在1.5米左右 肩高只有一米左右 而自然界大部分的树都在1.5米以上 那长颈领是怎么吃到树叶的呢 这其实是因为长颈领会用后肢站立立起来 前肢支撑着树干 这样他的颈部和身体就会形成一条直线 自然而然可以探到高处的树叶 并且不需要做其他动作 就能保持身体平衡 不过他们遇到危险 却常常原地卧倒保命 按理来说拥有大长腿逃跑才是上策 为什么要原地卧倒呢 长颈领拥有大长腿 为什么遇到危险不跑 反倒常常原地卧倒保命 其实这并不是他们不想跑 而是跑不快 原地卧倒虽然可能会被劣势者发现 但相比于逃跑被劣势者追上的生存几率更高 虽然长颈领可以后肢站立取食 甚至站起来以后还能凭借后肢做短距离移动 但这也仅仅是短距离而已 长颈领虽然腿长 但同时腿又很细 所以他不像邓领那样 不仅跑得快 而且续航能力还很强 邓领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90公里 就算是长时间奔跑 速度也可以保持在每小时50公里左右 反观长颈领不仅跑不快 还跑不远 速度最快也就每小时50公里 所以面对狮子 猎豹 猎狗等猎食者 光靠速度是不行的 这就要求长颈领要尽量在小范围的地方找到更多的食物 同时还要避免长时间的迁徙消耗能量 因此一个长颈领群体通常都会在两平方公里内活动 如果遭遇猎食者的捕杀 他们很有可能会原地卧倒 躲在草丛和灌木丛中 既希望于猎食者不会发现自己 当然也有一些长颈领会选择依靠积蓄的能量 爆发出极快的速度 逃脱猎食者的追杀 其实长颈领这种原地卧倒的保命方式 从小就开始培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颈领为什么会养成原地卧倒的保命方式呢 前面提到过 成年的长颈领之所以选择短距离 小范围的移动 是因为它们不擅长奔跑 但这一点在它们小时候就养成了习惯 长颈领的幼崽也不好动 在怀孕六个月至七个月之后 雌性长颈领就会产下一到两只长颈领幼崽 但在产崽之前 雌性长颈领会暂时脱离族群 寻找适合生产地方 刚出生的小长颈领大概有六斤重 在出生后的几分钟里就可以直立行走 但雌性长颈领不会把幼崽带走 而是会清理草地 舔干净幼崽 让幼崽待在原地 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 这些幼崽都会老老实实地躲在这里 暂时丢下幼崽的长颈领 则会返回族群 跟随大部队一起寻找食物 这期间它会每天返回幼崽的藏身之地两三次 给小长颈领喂食 吃掉小长颈领的粪便 防止猎食者顺着气味找到它们 这样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幼崽与族群融合为止 长颈领在非洲有着特殊的地位 非洲人不会捕杀它们 因为在非洲人的心目中 长颈领是骆驼的亲戚 一旦杀死长颈领 疾病就会蔓延 骆驼也会因此死亡 而骆驼在沙漠中的所用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 非洲人从来不会捕杀食用长颈领 但非洲人不吃 却不代表欧洲人不会杀 欧洲人不在乎长颈领的特殊地位 但自从欧洲人来了之后 长颈领就遭到了疯狂猎杀 激进灭绝 好在保护得及时 长颈领的数量才恢复立刻一点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 你喜欢这种优雅的动物吗 欢迎留言互动